现在海巡单位要不要公布布里带 你是怎么驱赶的 或者怎么驱离的 幻且这个地方是距离你金门的东边 它是贴近中国大陆而并不贴近金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总讲人张有话 2月19号 韩国瑜将进行党政协商 召集三党的党团 柯建民 傅坤奇跟黄国昌等人 针对2月20号 陈建仁率阁员报告 实案问题专题报告 我们从韩国瑜2月19号 要召集三党的党团 除了谈陈建仁的专题报告以外 应该讲专案报告以外 那更重要的 它是要协调 背询的程序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两党已经在开始祸祸祸磨刀的 要针对陈建仁来 但是针对陈建仁来 有任何的意义吗 没有 因为他是看守内阁 他只不过是留守 他负责不了重大事件的推动 所谓重大事件的推动 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民众党 已经在开始祸祸磨刀 针对三大案 要对陈建仁动刀 那民进党必然护航 但是这一次的护航 叫做能量不足 在这种情况之下 陈建仁想要全身而推 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先讲三大案 第一大案瘦肉精的问题 现在瘦肉精的问题 从过年前一直吵到了 过年后 即至目前为止 行政单位没有任何的讯息 那就我所知 他们已经查验到 他们已经查到了 这个问题的来源 但是还不能确定 好 那现在呢 台唐就是拼命想把肉体 塞到台中市政府去 说只有这个肉片 那有问题 那其他的肉片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他要不断的 所谓的检验 对台中市政府拒绝 就是说他只找到 有问题的这一块 那其他的 其他的就是暂缓处理 就是台唐现在要用肉海战士 去困扰台中市政府 这个显然 显然是有人在幕后指令 就是企图推翻台中市政府的检验报告 说为什么只有一个肉片 那有问题 事实上这是猪肢的问题 不是肉片的问题 但是民进党就是强横不顾的 要开始针对台中市政府 因为这个实战风暴一旦掀起 使大家想起2014 国民党败状的的惨令 所以针对受肉筋的问题 无论是国民党民众党在祸祸祸祸祸祸 那第二个 就是两个党团不约而同的提的出来 在2023年的8月23号 相关单位宣布 宣布大陆可以出传 就是说不再因为新冠疫情的结束 不再限制台湾人民出团到大陆去参访 或者是观光旅游 那现在呢 我们看 他是选在 大年要过年前戏 突然宣布了进团疫 那现在台湾相关单位 如观光署 他们也提了两份的公文 但是这两份的公文都跟新冠 那有关 那所谓新冠那有关 我们过去提过就不提 他现在他又少了两个理由 基于管理规定 或者安全的需求等等 就是讲了一些赤字而非的道理 就是限制你出团 从6月1号开始 3月1号的他来不及 因为大家收了团费 那针对 好 禁团令 民进党相同的单位 相同的单位 宣布了这些事 那现在相同的单位又说不行 那怎么讲 通通都是上面决定 那现在为了厘清禁团令的事情 必然也要祸不磨刀 还有第三个 现在最重要的案子 就是金门水域 好 金门水域 所发生的 好 渔船世界 两死两伤 你两死两伤 那截至目前为止 截至目前为止 台湾的官方没有具体的说明 但是我必须提醒台湾的官方 每一次驱赶 都有三个 第一个录影单 现在海巡单位要不要公布录影单 你是怎么驱赶的 或者怎么驱离的 广且这个地方是距离你金门的东边 距离你金门的东边 它是贴近中国大陆 而并不贴近金门 那好 你把录影带公布 以遭公信 就是说这件事 你必须要搞清楚 像过去台湾跟菲律宾的广大信号 你马银九还动用了军舰 那甚至于台湾的海巡 还跟日本在吊岛附近 互相喷水 马银九时代做过这些事 你民进党时代 那你做了什么事 那第二个录影单 所谓的录影单 就是说我知道每一次驱赶 都有录影单 就是他必须要广播 这个是全程录影录影的 现在请海巡单位公布 那你第三个商者 商者 还有两个在金门医院 好 能不能请这两位商者 公开见面 只要做到这三个所有的势力 政治的问题等等这一些 反正这三大案 这三大案 已经成为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四金石 那陈建仁等着接招吧 都不吃了 未经许不转洒 我坐那网友 未经许不得 国民党就看上海 未经许不得 而是 未经许不得